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芝芸 大家好 芝芸说她一直都很苦恼 是因为大家老叫错她的姓 大家会叫成纪芝芸 是吧 还有叫什么的 还有叫丽芝芸 还有叫纪芝芸 是不是 对 所以好苦恼啊 不过呢 说实话 我在之前也以为 就是你的那个纪 在信里面 我不知道是念第三声的 今天才知道 所以以后 很多人念错 对啊 以后认识芝芸的小朋友 也不要再念错了 知道了 这个纪在信里面 几三声 我们去看看吧 芝芸带来的美味 究竟需要什么原料 待会回来聊 雪鱼芹菜羹 所需要的原料有 雪鱼芹菜 鸡蛋 香菜和淀粉 调料是 胡椒粉 盐和鸡精 雪鱼芹菜羹 好清新哦 那我们怎么处理呢 芝芸 先要把雪鱼拿来 先切一下 嗯 好了 好 雪鱼 拿一下小碗状 雪鱼就切成这样的小块状 对 然后拿一点盐 盐一下出水 好的 把盐给你 雪鱼芹菜菜是谁教的 爸我妈一起教的 爸妈也都会做 对父母盐传身教多重要 有的时候你会说 哎呀我孩子什么都不会 但你要想想 你会做几道 好 我们把盐放进去之后 我帮你搅拌好不好 拌均匀 对不对 也不用拌太均匀 好 它自然每个人都有 自然每块鱼都有 对 切成芹菜粒 是不是 小粒 嗯 它的口感非常好 嗯 那这个汤水 爸妈喝了之后觉得怎样 不错 就是 但每次打的时候 都会出问题 每次什么 每次打蛋的时候 都会出问题 放进去一大块 哦 会这样子 那待会我看看 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看能不能帮这个 智云解决 好 所有的芹菜 我们都是把它切成这样的小粒 嗯 好 我们把所有的菜都切完了之后 这会儿要处理这个 最难馋的这个鸡蛋了 智云说这个鸡蛋 很难处理 是不是 所以要把蛋黄 跟蛋清分开 一不留成蛋黄 就滑下去了 但这就不是那种开蛋 就要开一个小小的口子就行了 哦 要不然开太大就出问题了 哎 这也是个好方法呀 只到蛋清 是不是 对 然后蛋黄 蛋黄就出不来 蛋黄出不来 那汉妮怎么办 我们来看看 是不是这样的 拿只手挡着它 我们还拿只手挡着它 别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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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 下来 我说蛋黄别出来 然后你就再喊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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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够吗 差不多 可以了 够了 哎呀 今天好成功啊 你刚刚里面有个蛋壳要拿出来 那做菜是件很开心的事 对吧 智云 是的 刚才我们雪鱼里面放了很多盐 他就把这个雪鱼里面的很新的那种水逼出来 就是要把它倒掉 哇 你真的好聪明哦 怎么每个步骤都记得这么清楚 至于你会学习成绩很好 还行 好谦虚哦 因为脑小脑瓜好管用哦 对吧 连这么细微的一个步骤 他也会注意到 然后再放点 然后再放点这个鸡精 要再放点 好 那我们要放入这个鲜香不口干的太太乐鸡精 需要多少粒呢 一小勺够不够 这样够不够 够了哈 打进去 然后再放 要放一点淀粉 好 再放一点淀粉 这个随自己喜欢的量就可以放 喜欢稠一点的汤就放多一点 喜欢稀的汤就放小一点就可以了 你太厉害了 我是从做了十来运转才知道这淀粉怎么用 这样就可以了 你几岁啊 我十一 十一岁你就知道淀粉怎么用了 你太厉害了 好 拿筷子吧 筷子搅一下 好 把它们将出锅 把它们几